老花一美子一答回答一下厨房们的养为你 第一个厨房说黑天和海鱼的球捏起来软的过了冬之后 是不是里边烂死了啥的正常鱼头是不是扔 我现在已经扔了是不是该硬的 已经扔了就扔了吧宝贝 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呢 你如果说真心喜欢一个话 最好是买成品你就像盆栽一样 那种很哇塞的一种感觉 虽然说多花了几块钱 但是不会像咱这样养不出来 像之前有花肉寄过来那个大花葱也是 对吧那大花葱也是 不行了搞屁了就扔了 那个没办法呀对吧死球 这就叫死球 然后呢黑天和海鱼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 分出来的那么一小个 你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 在这长得好好的 你也可以买那种苗 不建议大家买这种球 新手新手不建议 下个小宝 冬天室内 三月发酵的洋分亮不多 两小半茶花 是吧茶花 然后呢 咋了 这不挺好的吗 你茶花都能养出来 新叶子已经很成功了宝贝 已经很棒了 像这种老叶有点这种 哎 胶尖胶边啊 问题不是很大 新叶在长 您这个养的已经很不错了 就相对于 我知道关注我的那些花肉来说 起码要超越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了 这个让我指点一下 让我指点一下 就是适当的补一点点肥料吧 我看新长出来的叶子也是有点 有点不那么哇塞 好吧 别的没事 别的没事 磷酸二斤甲一个月左右来一小次啊 稀薄一点 不要太浓 因为这种就是有点小缺甲的一个症状了 别的没啥 别的没啥 养得很好 养得很好 下个手包 老花衣 你能看盆景吗 爸爸在外地隔离了 这个帮我看一下 盆景就缺水了 应该浇水了 前面土都干的邦邦的了 浇水啊 浇水浇水 还有它这个枝条长得很长的 那个你就给它剪一剪 你比方说有一打长 你就给它剪一半 剪一半留一半 因为现在叶片蒸藤也比较大 然后有那种发酵的沸沸 你给它糊上两颤子 没事啊 烧不死啊 光照给足啊 该浇水的时候也得浇水 你不能不浇水啊 干了就浇 给人喝水一个道理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要是喝水 你省省省省就跟人泡脚一样 可以泡泡脚 然后呢穿鞋 穿袜子通风一些 没事帮它松松土 好吧 别的没啥 别的没啥 你这样的就缺水了 没啥事 下个手包 天台 天香台阁 最近一直浇边 不知欧根还是咋的 肥大感觉像 宝贝 你这个是不是洗根换土了 还是咋的了 现在感觉是肥大呀 臭宝 哦 根是有点哦 也不看着也不像 反正这个就感觉是肥大了 你是不是用了肥料 你也不说 下个臭宝 去年十二月的禁局哭死了 不是好像啊宝贝 结一碎面 他已经驾喝西去啊 故人已辞黄鹤楼 下个臭宝 老阿姨 这个是咋回事啊 又蔫了 绣球吗 绣球蔫了 现在这个情况 你只能把花捡了 然后放到通风 要好一点的地方 这个没招了 这个你弄的这个 这个就是积水闷根通风唱 好吧 他不喜欢强光的 一个暴晒是回事 但是 他一定要通风好一点 通风不好就跟人一样 他老爱憋着 明白了吗 臭宝 把花都捡了吧 都捡了以后呢 注意自己的通风 别暴晒 然后再痒痒 再缓缓就行了 浇水一定要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今天臭宝们的养化问题 都比较简单 好像现在越来越简单了 然后呢 有其他养化问题 视频上留言啊 拍个完整清晰的照片 不是老花一 养化最转一 咱们小鸡再见 不见不见 拜了 嗨 嘿嘿 嘿嘿